章鱼又称八爪鱼,是海洋里的一霸 其力大无比,残忍好豆,足智多谋 不少海洋豆都怕它 用来做料理味道鲜美,又有绝境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道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美味的家常菜 爆炒章鱼须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上传有新的视频 今天我准备了两条特大的章鱼须 用刀在它的表面上划一刀 这样比较能剥去出须上的皮 然后切成小片状备用 准备一个青椒 去纸 然后切成小片状备用 准备一块姜 切成小块状备用 切一些青葱段备用 准备几颗蒜头 切去根部 然后用刀面把它们都压扁 剥去皮后备用 准备一锅烧水 把章鱼须煮一下 倒一些料酒 可以去除章鱼的鲜味 不需要煮很久 煮30秒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在锅中倒一些油 把葱段和蒜头煸炒出香味 加入青椒片一起煸炒 把青椒片煸炒至断生后 加入章鱼须一起煸炒 加入一汤匙的生抽 加入一汤匙的蚝油 煸炒均匀 加一些米酒 增加这道菜的香气 煸炒均匀 加一勺盐 加一勺糖 加一勺鸡精 再次煸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味道鲜美 而且Q弹的爆炒章鱼须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 上传我新的视频